你好我是千鳥 今天為大家帶來的是 刺客教條4的黑騎 上一集我們為了 搶奪方舟號 來到一個新的地方 通過叢林之後 我們登上方舟號 然後把朱利安 打卡斯刷掉之後 我們就被強制登出 回到現代 剛開始那個女生跟我們 說叫我們來見 創意總監 所以我們來到頂頭 就發現這個 現代所在的 城市非常的漂亮 我在這邊照了好幾張照片 我們來看看這些 東西是什麼 片條紙19 進入灰暗 進入數位前線 進入奇異點 在這個空間 它處於光明與黑暗之間 我們稱為灰色地帶的地方 我們是它一致的工具 我們是它一致的工具 是第一一致的工具 是原始一致的工具 我們將這個信條 展現給全世界 看來這一次的現代秘密 可能是要靠便條紙來蒐集 影片 可以 是嗎 是嗎 這地方應該沒有其他便條紙了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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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天早上你的朋友離開了假期 她忘了把影片發送給我 因為我恨到你的樓下 我希望你能幫我 你可以把她的電郵送給她的電郵 然後送給她的電郵 會很簡單 你直接往他們的電郵 進入,然後把電郵送給她 很簡單 然後請給我尋尋我 我尋找一個理由我恨你 這一個是上一集打電話給我的那個人 她說有事要找我幫忙 我現在見完創意總監了 所以 她打電話來了 我想這邊應該沒有編調子 我們就看她到底要我幹嘛 下去吧 好,這裡有一個編調子 編調子17 我們一切的內在文化都只是我們的基因反射表現而已 因此我們得遵循他們的行動 在這個世界上 第一意志將會是我們唯一且永遠的領導選擇 這些東西是他們的,不是我們的 這些遍佈全球的網路 這些遍佈全球的網路 將會屬於她 變成她的身體和她的心靈 變成她的身體和她的心靈 那個她 我在想可能是指 那個叫 朱諾吧 就是 DAS們最後為了救全世界 然後把她放出來那個 第一文明的人 這個 這個地方我都進不去 看起來是沒有編調 這個不是 真的都沒有了嗎 那裡面有一張 喔 那個女人 不過那裡應該是 進不去 這也不是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變條紙漆 這段影像 就像是一個人 24小時 不間斷的告訴我們各種謊話 以及 機器保留的聲音 應該是短暫的 就像電視看起來很明顯是愚蠢的東西 當你在打電動的時候 你會知道 自己想要有更多的色情內容 你知道你想要的 這我比起像 諸諾留下來的訊 支持諸諾的人 留下來的訊息 比較像是 其他 員工留下來的 這裡有一張 喔 這裡又一張 面條紙8 饱和脂肪与高果糖的玉米糖将不断毒害我们 就连大豆也会饱含让男人变成女人的环境荷尔蒙 我们的电脑计算速度已经快到连我们这些设计者都跟不上 我们知道自己是不完美的存在 我们必须有一个领导者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要有主人 这一次又是猪诺的支持者 那一张进不去 拿不到 这里也有一张 编条指寺 在17到18世纪的工业革命期间 世界变成一个盲目不堪的地方 我们甚至连目击与动机都不了解 就开始大量生产机器 以为他们是无生命体 难道他们是有生命体吗 我觉得那些变条指好神秘哦 我不知道 厕所里面有没有 我会不会有生命体 這個人這樣代表他很專心的在玩嗎 好吧 看起來是沒了 我拿到一等級的權限了 他這樣隨便就發權限給我沒有問題 他叫我駭入電腦 我先找邊條紙好了 這邊有咪咪妹妹貼了一大堆黃色的便條紙 這就是刺客的模型耶 我看到老人雅諾 應該是叫老人雅諾吧 那個老聖殿騎士 這裡也有 我也想要 邊條紙12 現今的Obstraco聖殿騎士們聲稱我們 男人跟女人其實是細膩的敏感的生物 而且我們值得擁有飽足感 值得享受 值得成為沒頭腦的傢伙 沒什麼東西比這些說謊的混蛋更噁心了 好吧 電桃子應該都找完了 我們來害 這個他要我們害了電腦 我現在要 所以我現在要 他撞到沒有路就會停下來 所以我應該是要把球移到綠色的上面 到了 什麼事都沒發生啊 然後咧 看一下教學 要無限循環移動 然後如果藍色洞就會傳送 所以 所以 我是要讓他移動看看嗎 喔 解開了 那是umes Они 4星人 4星人 6、4星人 3、4星人 5、4星人 14、4星人 2、4星人 2,3、3零、9、10、4星人 2,4星人 4、4星人 4,5星人 我們分析 4星人 4星人 5 Beni 我私自身身被取擠的背包 与拆了一些有趣的物丶续地址 与作评论的研究 部位所显示的烬似乎的位置 与咱们的几乎压利 与一些专门的状态 与重困惊的烬似乎 实际上,我们这回事儿也没有所述 肌,肌和肌肉都在确保 I hand selected recovery agents to retrieve fluid samples, blood and saliva We then commence material extraction and were able to preserve several exemplary samples I send the work of Abstergo sample recovery unit 3 The legacy of subject 17 will continue uninhibited as sample 17 itime reform Yes, D'Azumone's death And she can't do this And she will have to take trust and prevent the collection And she has sent a plan the section And it won't be the same And she can't wait to see it And I can't wait to see it And it was the best And I was in our squad And he will launch your family 为你的生涯规划做出最好的计划 Abstergo Entertainment 有着远大的前景与独特的作业方式 有着这么多成长的机会 一开始可能会让人压力很大 我们在这里就是要帮助你快速习惯这份工作 你慢慢以求的工作 一种全新的娱乐模式 灵感的出现是不分时间地点的 我们从Abstergo Industry这间科技公司分离出来的娱乐部门 负责将基因记忆后面再为你介绍 拓展到更为惊人令人神魂颠倒的领域 现在我们已经跨足各媒体产业 从游戏到小说电影与漫画 我们已经掌握各种娱乐事业 我们现在将自己定位成一间以科技掌握历史的公司 精英记忆的技术将成为我们的基石 画时代的革新 1937年Abstergo Industry创立 并定立让人类科技进步的理想目标 希望能让人类的进步更具人性化 更广泛 更通俗且更有使命感 1937年Abstergo Industry早期就开始支持员工的工会创立 如今我们整个集团与员工的关系 并且更为亲密和牢固 包含Abstergo Entertainment 1940年我们提认到公司的使命就是为了员工 及全人类创造机会与稳定 Abstergo Industry 以全球领导者自居 协助建立世界银行与美国太空总署 这些都是20世纪中期至关重要的决定 1978年第一个用来研究DNA记忆的Animus装置诞生 2009年在经历25年的长久测试后 DNA记忆终于准备面试 Abstergo Industry成立了娱乐部门 准备将这些实验性的计划走入娱乐市场 2010年最早的Abstergo Industry Entertainment 部门迈出了他们的第一步 遗产计划 这个能够允许人们探索祖先记忆 还有了解过去英雄历史的技术 立即引发了社群媒体的广泛讨论 2011年由于Entertainment 部门的业绩不断成长 Abstergo Entertainment 开始测试一种全新的多人线上历史模拟娱乐游戏 是基于游戏玩家喜欢互相竞争的特性 而设计的全新体验 2012年与世界主要的游戏发行商 Ubisoft合作 Abstergo推出刺客教条3的自由 这款游戏是艾弗林德格朗普雷的故事首都公租于世 描述意外堕落的刺客在圣殿骑士的协助下重新发现光明 一部经典的游戏就此诞生 2012年小鸟终于长大离草 Abstergo Entertainment正式从母公司中脱离出来 独自成立一家公司 2013年Abstergo Entertainment的新总部设在加拿大魁北克的蒙特楼 一个结合美食娱乐购物与充满活力的文化之都 蒙特楼同时也融合旧世界的魅力与新世界的活力 无论从历史科学创新与创建公司来说 都是一个绝佳的地点 现况与未来展望 你加入了我们的团队中 一颗星星已然诞生 未来的发展将无可限量 好多 原来我们是在加拿大 你的角色 我们以我们的方式在各行各业招募到最优秀的人才 创新开发者 制作者甚至是倾听者 他们总是能够事先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你应该像这家一样在Elimus工作在尽善尽美的挖掘出更多的历史 这也是我们忠心期待的 谁知道 或许你可以发现过往的某个科技而彻底改变人类下一代的生活 挖掘出一个秘密社团的存在 解开某些密码 或是发现过往某些历史 有令人震惊的关联 这是个美丽的开端 也有可能是令人惊讶 或是引人回味的开端 这些都是曾经发生的历史 而人类的秘密将会在你面前一览无遗 这全都要感谢我们所研发出的基因科技技术 彻底融入 在Absterical Entertainment 我们了解你所拥有的知识带来的力量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设计一套严格的阶级系统 让繁杂的事物全部留给我们 你只需要在一件事情上面专心做到最好 研究并创造我们所需要的内容 你不需要担心自己做的太多 我们会帮你处理后面的所有杂事 团队合作 感觉这是一个超大谎言的公司 实事求是 工作时间 你的工作时间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半 你最晚可以在10点 最晚可以在10点再进公司 如果你被历史故事给吸引住 继续工作到忘记回家 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假期 所有人都必须有喘息的时间 在Animus待满3000个小时 或者是在Abstergo Entertainment任职满一年后 你家享有7天的特休 无论你先达成哪一个条件 你都会发现这比你想象中的 还要来的更快 今天 我们的职员都会有最好的人寿导写计划 而这仅仅是开始 食物供应与公共区域 只要滑鼠点一点 你就可以找到一个健康 且在工作中充电的地方 中心也会随时供应新鲜的寿司 有机且来自于 自由贸易的咖啡 重点是非常美味 大楼保全 你的发现机会给你进入所需区域的权限 多样化与性别平等 Abstergo Industry与Abstergo Entertainment 承认人种的平等 包含所有种族与世界各地的人们 都享有平等的机会 如果你发现任何不公平的情况发生 请尽数联络人力支援部 精密事项 你对于Abstergo Entertainment的热情与忠诚 可以尽量展现在社群媒体上 甚至你要跑到屋里上大喊都没有问题 但要记住 除非经过允许以下资讯 不能透露给其他人知道 你参与的计划细节名称 推出的日期与主题人物设定 以及其他能够鉴别这项计划的特点 包含Abstergo Entertainment 及Abstergo Industry的 园区中的设计 从直接主管到同事的团队人员配置 各种报告与计划的状态 提到任何技术、合作伙伴、相关公司、零售商及批发商等 还包含销售报告与奖金发放的细节 基于对行销媒体、日程、安排及各种资料的保护 员工不必在休假旅行的时候工作 但遭到不可抗力的情况时 你只能在Abstergo认证的旅馆或会议室 使用笔记型电脑、平板电脑或发信器处理公司事务 不能在公开场合或未经认证的地区内处理工作 这里跟刚刚的是一样的 DNA记忆如何运作 其实没有人知道这道理是怎么运作的 开个玩笑 这是安全而且被详细记录的过程 这些东西与祖先的记忆都被放在我们的DNA中 Elimus是一个可以3D视角完整呈现基因记忆的装置 它可以帮你重新探索和体验 但你无法改变记忆 这要在之后的编辑步骤中才能做到 最早我们只能够从自己的基因中读取 我们祖先的记忆 但现在我们已经可以从Abstergo Entertainment 所保留的样本中自由选取记忆 并让任何人读取 同时也不会产生任何严重的副作用 当记忆隐传第一只后代基因记忆 记录到祖先受孕那一刻为止 这话说来只有没有小孩啰 因为我们玩他的故事玩到还蛮老的 我认为你现在认识的练习 因为你现在认识 优优独播剧场 好吗 否则你只能够到室内 无论的区区应该等待在下方 她已经过来一段时间 我认为你现在认识 你现在认识的练习手机 这不认为你应该 不是每天嗎? 那實在是非法的,不要不要害羞 除了是你自然 我覺得 車一定要駭它 我們就把車一台駭穩了 時間應該還夠應該可以再駭一個 當資料移動,有警察系統 constantly monitoring資料流 你要避開它, 或他們會破壞你的資料 再送回家 這...有點難 我撥一下他會動一個 成功 成功 這次是老人的 我現在已經想到 穿了一種人 我現在已經想到 我女人的衣服 為什麼你把它奪下 你為什麼要奪下 誰你把她奪下 我這奪下 我無法奪下 我無法奪下 我不想奪下 我男人的衣服 我女的衣服 你衣服 你承認了 你衣服 你衣服 你也沒想到 我沒有想到 我不會 承認了 為什麼 Why have you done so? Because it is more lawful and suitable for me To return to the practice of wearing a man's clothes Being always among men Than to have a woman's clothes I have resumed it Because the promise made to me How is he? Our three doing well Are we still in 18th century Hungary? No His connection is so stable He's jumped between a few ancestors today 我们在15th century France现在 turns out he's related to one of Jonah Bach's executioners surprise Eileen yesterday Vidic asked me to help him work out some of the bugs in his audiovisual renderer and I told him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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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on Satish not you it wouldn't be permanent a few months at most months? that will kill every ounce of momentum we have it won't I promise honestly I think this could help us if I can get a look at what these people are doing we could come on he's trying to pull you over to his side don't you see that he's luring you with quick victory and prestige that's not what this is about honestly I need to get back to work Eileen I'm sorry do what you must I'll survive 没想到居然这么长 我们把它听完好了 surrogate initiative test session 32 April 2nd 1981 host Eileen Bach DNA sample SB1970 Miriam Miriam are you awake? what? Miriam's are coming for me who is? is it God? I see them from my window amassing in the courtyard my time is up Bartle don't say this you don't know that forgive me for this Miriam but I must tell you something the artifact we have it but only Oscar and I know its location don't tell me they will release you your family has connections you must take the artifact and bring it to the assassins in Paris please don't I don't want to know it's safer if I don't hush now if I die knowledge of its location dies with me I must bring it to the assassins assassins? I don't understand the spy of St. Petrus no I don't want to hear s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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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God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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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Eileen hi it's Carl Carl I know it's you sorry you just sound exhausted did I wake you? no no I'm I've just been busy it sounds like it I'm just a little tired that's all no no I mean your your project sounds fascinating your colleague Dr. Warren Wittig he called me recently and he told me what you've been up to he what? Warren? yeah he told us about your research memories ancestry all of that he even asked if we'd be willing to come in and no Jesus no what the hell is he doing? Eileen it's okay we signed some papers non-disclosure stuff no he's trying to fuck me over damn it Eileen we just talked about my mother just like you and I did World War II that's all it's the artifact the what? Carl if he calls you again you tell him you work through me okay? that's it Wittig has been a pain in my ass for years and I don't need him getting all the glory for my two years of hard work alright so how should I go about this? I mean the wheels are in motion I I don't know just go through me if he contacts you again please alright you'll do that? of course yes thank you Carl I'm sorry I was short with you I've just been exhausted that's all it's alright hon just just take care of yourself morning Eileen we're almost ready just a few more adjustments hmm okay I had the team do some research on this artifact we've been chasing and it appears the Third Reich actually found something matching its description sometime in 1940 Eileen are you alright? sorry yeah I'm fine just a little scattered Wittig called my ex-husband last night he wants to put him in the animus to find the artifact before us? exactly well it would be fast using Wittig's animus and maybe that would get us back to our original work Satish if we let that happen then all our money dries up Lillian is paying for us to find the artifact not improve our methods do you understand? right of course I'm sorry let's just let's just burn those bridges when we cross them are we ready? yes just a few more adjustments and you're in I made a small change to the genetic input modulator I'm hoping that vises a few more minutes even a few seconds would be nice I'm ready alright settle in 先出席 先給這次 愛 비 YOU ON 什麼 都在看資料 這集 就先到這裡 謝謝大家的收看 明天見 拜拜 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